请委员长 陈委员答询结束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 陈委员好 委员长你早 我想 小委会的工作 本习一项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外交部 是由类 向外派 扩张跟全世界的国家 去做一些接触 去能够 宣扬我们中华民国的政策 获取所在国的认同 而我们 乔委会是全世界的乔民 怎么样向心的集结 我想这股力量 外交部跟乔委会的力量 如何的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我们没有由外而内的 那我们只是单一的出去 在我们今天 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 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我们会产生了非常多的困扰跟困难 所以说 小委会在这个时候 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 请问委员长你认同吗 是我想我们跟外交部之间的配合确实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服从在外管的话 我们也要服从这个外交部的统一指挥监督 我想这是国家的政策 我们会 这个遵照办理 刚才我想好几位委员对于这个委员长 你的这个学识跟你的经历的这个背景 本系是高度的认同跟肯定 我想您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 对我们国家的重大的认识非常的了解 也是参与者 您当过政务委员以及副政省的省主席 你对各方面了解的程度 我相信比一个新手要来得多 同时你的基础的 一进入这个我们公务员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是担任乔务的工作 我想怎么样能够获取乔薪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 在你工作的历练上面 你怎么样去获取乔薪 请你能不能够简单的说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 要真的跟侨胞要获得他们侨薪 其实最重要是一个真诚的交往 那你假如说跟他们之间谈厉害 或是谈这些厉害关系 要导致的一些合作 那个部分厉害关系一改变 就会做改变 只有真诚的交往 真正的交朋友 那样子的侨薪才会交得住 刚才委员长你答复 我是支持的 我也是赞同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你这里面谈的第一点 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侨胞的状况 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 你认同吗 有部分产生这样的状况 确实有部分的状况已经产生了 我想这一点我要 勉励我们侨委会的同仁 量变是不错 但是职位必是变 那看我们侨委会的同仁 努力的成果 是的 今天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老侨 它是原来是非常百分之百 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的 我们的台侨 只要我们努力 我相信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 是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 至于说 陆桥 我不认为说 它都是偏向于共产党 有很多是带着一种反共的心情 移去海外 所以这些人 都是我们理念认同的 我相信 所谓四千多万的侨胞 至少有一半以上 甚至于四分之三 跟我们理念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如何去努力 让这个量变 永远不要变成直变 这才是我们一个 努力的方向 是的 如果说我们在开始 就认为说量变 就会变成直变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 乔尔会的同仁 那时候我们努力的不够 您认同吗 我认同 所以我当时提到说 用服务来感动乔心以外 我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与这个理念 来赢得他们的认同 那这个理念 提出来了 就是让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理念 真的赢得他们的认同 这个是要我们要花一些心力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要很强的沟通 我们因为一定要跟他沟通 他才能够真的了解掉 中华民国 了解到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在整个 同仁的工作的立场上 只要是说 他是支持中华民国 只是爱台湾的 我们都是我们应该交往的对象 那在交往的过程里面 我们用理念去赢得他的认同 那用我们真正的服务 去争取他们的侨心 我自认同的 我简单的 我这个本席的看法 这个提供参考 刚才你讲了 我们去关心他 就是了解他 知心 那我们要晓得 因为我们擅自在全世界的这些侨胞分布的状况 他来源不同 他时间也不同 他的想法上也不同 是 脑中心的观念也不同 对 那我们担任 那我们担任乔委会的派驻在海外的这些工作同仁 你对于基础资料必须要先了解 是的 然后你怎么样 你要了解他完了以后 你怎么样跟他去交亲交朋友 你的交朋友完了以后 你怎么样能够凝聚海外跟我们观念是一致 最后才能够谈到他跟我们能够回馈到我们国内能够支持我们国家的政策 甚至于对我们经贸能够发生直接的影响 这是本习的一点简单的出现的看法 不知道委员长认同吗 是我非常认同 我想这一点呢 需要我们而后要持续努力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乔教中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光是人对人 一对一 这种效果是不大的 如果说我们一能够对一个团队 对一个乔社 一个一个团 乔团 那它的功能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我请问 我们整个我们乔委会 目前已经完成的乔教中心有多少 我们有十七个 十七个 那这个都是依据什么样的条件来设立的 我们评估它这个乔区 它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乔界的人数的大小 然后需要的重要性 那用这样来做一个衡量 那么也要按照它的地区 区别跟它的那个国别 还有它的整个这个服务的一个重点 是 我想这个本系也提供我们乔委会的参考 我想我们整个的 这个全世界全球的状况 经济的状况都不都在不断的改变 那我们乔教中心的设立 我们不仅仅是考虑到现在 我们还考虑到未来 要有前瞻性的考量 否则的话 那我们设置一个地点 如果变成文字馆 那对我们工厂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浪费 是的 是不是 那我想本系也在这次修会期间也到了芝加哥的这个乔教中心 我看这个乔教中心服务员也好 空间也好 设备也好 都相当不错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运用它 怎么样能够发挥我们具有这些现有的功能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我们的每个乔教中心 它对于适合当地乔区的状况 那我们的规划当地乔区所 平常比较重要 对重点的推动的一个计划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乔教中心 只要有周末周日 或是放假期间 我们所有的时段几乎都是满档 我们的乔教中心使用率就非常的高 那除了这个周日期间的以外的期间 我们平常也开放这些教师 做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的乔教中心 已经成为每一个乔区里面 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据点 而且是一个中心 真正的一个中心 透过这个中心 凝聚我们整个有我的乔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整个的计划 我们每一个地方 我们也要适合当地的乔群 那推动他们自己 适合当地乔群的一些活动 我希望这些活动 我们有一部分能够发挥 为我们主导的功能 是 这样子才能够符合我们 所希望的一个目标跟政策 对不对 所以我想由这个17个 我们好好的评估一下 我们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努力 好 下一张 我们晓得 现在我们的重点 我们希望 我们晓得我们 我们在2015年 十加六 东协十加六就要完成了 对我们的这个贸易来讲 我们经贸的生存力来讲 这是非常关切的一个地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区 我们 我们国家 有三个国家 这个外交部 根本就没有派住它的代表处 也就是刚才也讲过的缅甸 辽国 柬埔寨 那这个地方我们的侨胞的状况 分布的状况 以及我们在这个地方作业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 在短时间没有成立代表处以前 我们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现在我们对于柬埔寨部分 我们有一位侨务委员在那边 所以我们所有 那个我们的台商有发生任何事情 大部分是透过我们这个侨务委员在做联系跟辅导的工作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侨使人员也有 那至于缅甸部分 我们在缅甸的侨教部分 我们花了很多的心力 所以缅甸的一个中文学校的系统 华文学校的系统 跟我们的联系是非常的密切 那当然这时候对于台商的部分 因为他们现在还刚刚进去 所以那个部分台商他还成立了两个协会 那我们跟他们也有往来 那至于辽国部分 以往辽国曾经有我们东南亚 最大的一个侨校 在辽国永珍有个辽都中学 那当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算是最大的侨校之一 那之后呢 因为他沦陷了很多年 但是他们的当地的一些这个 一些老一辈的这些这个教育工作人员 也跟我们多少有点联络 但是我们想我们未来对于辽国这部分的 我们会再加强我们的努力 我想我们再谈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我们有侨胞将近700万 就是678万人 这个数量相当的庞大 但是这个地区没有侨校中心 什么样的理由 我想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 因为马来西亚他们一直不承认 不承认侨这个字 他们对这个字很敏感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华人 而且是他们开国组成的三大民族 所以他们对于侨这个字 它其实是比较排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特殊状况之下 我们运用我们自己也比较谨慎 那现在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少掉我们的员络工作 我们透过我们跟他的一个董教总的这个教育系统 透过我们台商的组织 已经透过我们留台同学会的运作 那我们尽量在这样子一个做法 而且另外马来西亚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说 像这些东南亚地区 它有自己很多的会馆 有很多他自己同家会的会馆 或是说他自己这个侨团的会馆 这些会馆事实上也可以扮演侨教中心的功能 我认同委员长所说的 谢谢 谢谢委员